不不不,你们皇帝的裤衩子价格没有王爷的高 就你们皇帝的那些裤衩子一块布上三个洞 也不知道它是怎么弄出来的 在下朝之后,皇帝和姓王则是去找各自的媳妇去了 皇上的裤衩子已经没有几条了,我们得找机会给他补上 可是我舍不得呀,好的不良我自己都没有吉品 皇上那姓格娘娘也知道,进去他手里的东西基本上就出不来的 每次上次给我的东西都是他自己的墨宝 又占地方不说还不值钱 你们还聊得挺认真的呀,连一块布料都不舍得给我 这是只想往外拿,我想往里面静止吧 二位爱妃挺有闲情一致的 朕就说最近为什么遗物越来越少了 原来是被爱妃们拿走了呀 皇上恕罪,臣妾们也只是想补贴家用罢了 哼,那你们为什么不把这件事跟只说清楚 这么赚钱的事情,你们怎么能够独自干呢 原来你生气的是这件事情啊 不是,皇上,你可还知道自己的身份 哎呀,皇上怎么越来越不要脸了 亲王回去后,正好看到王妃在算账 我怎么感觉你这么嫌弃我呢 我们可是夫妻呀 听说你帮后宫的娘娘们在卖皇兄的裤衩子 是啊,有什么问题吗 那个,你难道就不怕皇兄怪罪吗 放心吧,不会的 皇后娘娘说了,问世有她在上面顶着 你要是没事的话,就带着你儿子女儿出去转转吧 别在这里烦我了,我这还要算账呢 这个家里还有我的半点地位吗 他发现自己的腿好了之后 地位倒是越来越低了 唉,这日子过得实在是太艰难了 林墨和系统不知道皇公和王府这边发生的事情 因为他们跑到大街上吃瓜去了 啊,别追我了,别追我了 我是不小心踩到你的骨头的 林墨提着衣摆在前面狂奔 后面有一条大黄狗在追她 唉,快跑快跑,她要追上你了 她快要咬在你屁股了 林墨的身手难得地敏捷 她三下五出二,直接爬上了前面的一棵大树